你好 欢迎每天听本书 本期音频说的这本书叫做《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 彼得林奇是全球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之一 有多成功呢 有人说他对基金业的贡献 就好比乔丹对篮球的贡献 他管理的麦哲伦基金取得的年复合收益率是29% 这个投资业绩打破了美国共同基金行业的记录 彼得林奇在这本书里讲了自己整套选择股票的理念和方法 可以说他把自己成为最成功的基金经理的秘密合盘托出 彼得林奇最为人称道的是他选择十倍股的方法 所谓十倍股就是未来十年里股价能涨十倍的股票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牛股 这个方法他也在书里做了详细的阐述 投资大师巴菲特与彼得林奇一直惺惺相惜 这本书刚出版后不久 彼得林奇就接到了巴菲特的电话 巴菲特在电话里说 我刚刚读完你的书 我非常喜欢 能够得到巴菲特的如此赞誉 可见这本书确实有很了不起的过人之处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彼得林奇的整套投资方法 我会把它分成三个心法 第一个心法叫做选出十倍股 第二个心法叫做这些股票不能碰 第三个心法叫做掌握买卖的时机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心法 选出十倍股 也就是比较短的时间里上涨超过十倍的股票 在彼得林奇的投资生涯中 非常重视对于十倍股的挖掘 这可能跟他人生中第一次买股票的经历有关 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买入了人生中第一只股票 飞虎航空 当时的买入价格是每股7美元 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飞虎航空的股价涨到了30美元以上 你看 他人生中买的第一只股票 就是一只五倍股 正是这次成功的经历 奠定了他之后数十年的投资生涯中 不断寻找大牛股的信念 而在这本书中 彼得林奇奇致鲜明的提出了一个观点 普通人也就是业余投资者 在选出十倍股这件事情上面 比起专业的投资者更有优势 乍听起来 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 事实上 彼得林奇的原话 比这个观点更加夸张 他是这样说的 在投资这一行20年的从业经验 使我确信 任何一位普普通通的业余投资者 只要动用3%的智力 所选股票的投资回报 就能超过华尔街投资专家的平均业绩水平 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说 这真是一段鼓舞人心的话语 但是 如果仅仅只是鼓舞 那当然是不够的 别急 在这本书中 他详细的阐述了 为什么他认为业余投资者 在选股上更有优势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由于华尔街专业人士的行为 往往有滞后性 彼得林奇指出 华尔街的专业人士要购买一只股票 一般会等到有很多著名的分析师开始推荐 以及同行们开始大局买入之后 比如 有一家卖衣服的公司 1969年上市 一开始根本没人注意 上市6年之后 他已经在全美国开了100家服装专卖店 这个时候才只有一家机构投资者买入了他的股票 又过了4年 也总共只有两家机构投资者买入了他的股票 上市14年后 这家公司已经在美国开了几百家店 业务蒸蒸日上 此时他的股价上涨到9美元 比最初上涨了18倍 但直到此时 这家公司还没有引起华尔街的大幅关注 又过了两年 华尔街的机构们才开始大幅关注他 这个时候他的股价已经上涨到了15美元 比最初已经上涨了30倍 那为什么华尔街的专业人士会如此滞后呢 彼得林奇认为 是因为专业人士一般都不敢冒险去买不知名的小公司的股票 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如果你买了IBM的股票后 他的股价下跌了 你的客户和老板会问 该死的IBM公司最近是怎么搞的 但如果你买的是一家不知名的汽车旅馆公司的股票 并且你买入之后股价下跌了 他们就会这样问了 该死的你是怎么搞的 由于买入不知名的小公司要承担巨大的压力 所以独立思考在专业的投资人群中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彼得林奇说 我要继续尽可能像一个业余投资者那样思考选股 那么一个业余投资者该如何选股呢 对此彼得林奇有一句名言 寻找十倍股的最佳地方 就是从你家附近开始 在那里找不到 就到大型购物中心去找 特别是到工作的地方去找 让我们来设想一个例子 假设一个人住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乡下 自己种粮食也没有电视卡 这种情况下去哪找十倍股呢 也许有一天你突然胃痛 不得不去看医生 因为乡村生活使你患上了胃溃疡 这正好使你能够碰到一只上涨十倍的大牛股 美国使客必成制药公司 在当时的美国 上百万的人都听说过 或者亲自用过这家制药公司生产的胃药太未美 他上市之后因为效果好 非常畅销 推出太未美的制药公司 使客必成 也因此成为了一只十倍股 听起来选出十倍股似乎很简单吧 但先别急着高兴 因为真相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做 甚至彼得林奇自己也后悔自己错过了最熟悉的本行业的牛股 1977年 彼得林奇已经在复达基金工作 当时正好是整个基金行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 行业里有不少公司已经上市 比如有一家叫做德雷福斯的基金公司 当时的股价是40美分 到了1986年上涨到接近40美元 9年时间上涨了100倍 你看 彼得林奇本人就在这个行业工作 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 但是他没有买这个公司的股票 白白错过了好机会 人们不愿意买自己所在行业或者特别熟悉的股票 这似乎是一种通病 彼得林奇如此描述这样的现象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对医生们进行调查 我敢打赌 他们当中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购买了医药股 而大部分人购买的是石油股 如果你对鞋店的老板进行调查 则可能结果是绝大多数人买了航空股 而不是制鞋业的股票 反过来 航空工程师可能买的更多的是制鞋业的股票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股票就像门前的草坪一样 人们总是觉得别人家的草坪更绿一些 所以要想从身边选出石碑股 你首先需要克服认为别人家的草坪更绿的观念误导 然后要想办法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出来 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彼得林奇进一步把公司分成了六种类型 分别是缓慢增长性 稳定增长性 快速增长性 周期性 隐蔽资产性 以及困境反转性 一听到六种分类 你可能会有点晕啊 不过别着急 真正容易出石碑股的领域 其实主要是其中的三种类型 快速增长性 隐蔽资产性 与困境反转性的公司 而且当我们在具体分析家公司的时候 不同类型的公司需要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 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一下最容易出石碑股的这三种类型的公司 首先看快速增长性的公司 这里可是最容易出石碑股的温床 也是彼得林奇最喜欢的一类公司 这种类型的公司往往新成立不久 规模小 成长性好 年平均增长率为20%到25% 如果你能够在其中选出好的标的 你就可能从中发现能够上涨10倍 甚至100倍的大牛股 这样的公司对于业余投资者的好处非常大 由于业余投资者的账户规模一般比较小 只需要找到一两只这样的股票 就可以大幅度提高整体业绩水平 不过另一方面需要提醒你的是 这种类型的公司 由于规模小 实力有限 风险也比一般的公司要高 一不小心 你也可能会踩到陷阱 分析快速增长性公司的关键 是要看它的可复制性 看它在一个地方取得成功之后 能否在其他地方一个又一个的复制 比如扩张期的沃尔玛超市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随着公司不断开拓新市场 盈利快速增长 股价也随之大幅上涨 彼得林奇认为 投资这类公司的诀窍 是要搞清楚 它的增长期可能会在什么时候结束 最好要在快速增长期结束之前 提前卖出股票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 容易跑出十倍股的领域 困境反转型公司 是指那种已经受到严重打击 一蹶不振 甚至几乎要破产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很危险 但是一旦出现转机 也可能成为大牛股 而且投困境反转型公司的股票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类股票的涨跌 跟整个股票市场涨跌的关联程度 非常小 上世纪80年代 著名的汽车生产厂商克莱斯勒 就曾经进入经营困境 甚至一度接近破产 后来在政府的支持下转为维安 彼得林奇就曾经通过购买克莱斯勒的股票 为麦哲伦基金赚了一大笔 1982年初 他开始购买克莱斯勒股票时 股价是6美元 然后在5年的时间里涨了15倍 那除了上面提到的快速增长型公司 和困境反转型公司 还有一种公司也容易跑出10倍股 那就是隐蔽资产型公司 是指你注意到了某家公司 具备重要价值的资产 而华尔街专业人士们却没有注意到 彼得林奇曾经参观过一家 普普通通的佛罗里达州小型养牛公司 当时看到的不过是一些矮矮的小灌木林 一群在牧场上吃草的牛 和20来个员工 那这家公司的隐蔽资产在哪呢 在这块土地 10年后 仅仅这块土地本身的价值 就高达每股200多美元 这就是典型的隐蔽资产型公司 好 让我们回顾一下 彼得林奇的第一个投资心法 选出10倍股 彼得林奇认为 在选出大牛股方面 业余投资者 比起专业投资者来说 不但没有劣势 反而还具备优势 其中有三种类型的公司 最容易跑出10倍股 分别是快速增长型公司 困境反转型公司 和隐蔽资产型公司 那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投资心法 这些股票不能碰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 应该如何选出身边的大牛股 也许你听了刚才的部分 会觉得信心满满 那么这里需要提醒你的是 股票市场里除了让你赚10倍的大牛股 还有很多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的陷阱 该如何避开这些陷阱呢 彼得林奇也总结了自己十分宝贵的经验教训 我把其中最重要的三点给你总结成了三条戒律 彼得林奇的第一条戒律是 避开热门行业的热门股票 这条乍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啊 就像这两年流行的一句话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 很多人都在热衷于追逐风口上的猪 那为什么彼得林奇反而让我们远离热门行业的热门股票呢 第一个原因在于 热门行业中最热门的股票 已经受到大家最广泛的关注 甚至每个投资者上下班途中 在地铁里都会听到人们谈论这种股票 那既然关注度都已经这么高了 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新增的买入者已经很少了 新增的买入者减少 股价转为下跌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 第二个原因在于 热门股票注定是被高股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泡沫终将破裂 比如说2000年 美国的互联网股票 在过热之后出现泡沫破裂 纳斯达克指数短时间内跌幅超过一半 很多股票的价格跌去了90% 第三个原因在于 热门行业会有很多的资金涌入 导致过度竞争 这样很可能最终结果是 这个行业的公司都赚不到钱 比如说 在20世纪60年代 复印行业的龙头公司 施乐公司 可以说是美国市场最热门的股票 很多分析师极度看好它 1972年 当施乐股价高达170美元时 分析师们断言 施乐将会无限期的持续保持增长 但是随后 日本佳能 IBM 以及科达公司等竞争对手 纷纷进入了复印行业 很快就用20架公司的复印机 都能够像施乐一样取得好的复印效果 施乐公司的股价在后来下跌超过80% 彼得林奇的第二条戒律是 小心那些被吹捧成下一个的公司 市场上经常有公司被吹捧成下一个IBM 下一个英特尔 或者下一个迪士尼之类的公司 彼得林奇认为 这些公司几乎从来都不会真正成为他的楷模那样的明星公司 因为在很多行业 第一名往往会得到大部分的市场红利 第二名的盈利能力往往会比第一名差很远 更何况这些被追捧为下一个某某的公司 很多连第二名都成不了 彼得林奇的第三条戒律是 当心小声而语的股票 如果你曾经买过股票 也许你会遇到过这样的情景 某个朋友很神秘的对你说 我要告诉你一只大黑马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但遗憾的是 这些小声而语的股票给彼得林奇带来的几乎全都是惨痛的教训 比如 国家卫生保健中心的股票 从每股14美元跌到了50美分 太阳世界航空公司的股票 从每股8美元跌到了50美分等等 彼得林奇认为 这些小声而语的股票往往都是讲一个神奇的故事 比如这家公司的产品能治疗艾滋病 那家公司的产品能解决石油短缺等等 但是公司自身并没有什么收益 他们讲的那些神奇故事 最终绝大部分都无法实现 所以啊 投资这样的公司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应该尽量远离他们 在刚才的这个部分 我们听到了三条戒律 热门行业的热门公司 不要碰 被吹捧成下一个某某的公司 不要碰 小声而语的公司 不要碰 可以说 这里的每一条戒律 都是彼得林奇花了很多钱买来的教训 值得你认真记住 下面我们进入彼得林奇的第三个投资心法 掌握买卖的时机 我们先来看两种错误的买卖股票的做法 一些投资者总是习惯性的卖出赢家 也就是股价上涨的股票 却死抱住输家 也就是说股价下跌的股票 彼得林奇认为 这种投资策略很愚蠢 就像拔掉鲜花 却浇灌野草一样 那么反过来行不行呢 也就是说 卖出输家 股价下跌的股票 而留住那些赢家 股价上涨的股票 但是彼得林奇说 这种投资策略也高明不了多少 听到这里你也许有些糊涂了 正着来不行 反着来也不行 那究竟该怎么做呢 其实啊 之所以说这两种策略都不好 原因在于 这两种策略都把当前的股票价格变化 当成了主要的决策一句 那既然不能简单的看股票价格 应该看什么呢 彼得林奇说 你应该分析公司的基本面 看看股价对于公司的基本面来说 是高了还是低了 如果股价被高估了 就应该卖出 如果股价被低估了 就应该买入 这一点跟巴菲特主张的价值投资策略 有很大的相似 当然 这里彼得林奇也做了两点补充 有两个特殊的时期 你很可能会发现特别便宜的股票 第一个时期是在每年年底的时候 很多投资者为了减税而卖出亏损股票 这个时候 你很容易减到便宜货 这个跟美国的税法有关系 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 第二个时期 就是在股市崩盘大跌的时候 这种现象 股市每隔几年就会出现 而这个时候 往往也是你减便宜货的好时机 举个例子 在1987年10月 美国股市发生了崩盘 几乎所有公司的股票 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大跌 前面我们讲到过 彼得林奇曾经错过了 他所在行业的一支大牛股 也就是德雷福斯基金公司的股票 因为业务快速发展 这家公司的股价上涨了很多 而在这次股市崩盘中 因为受到市场整体悲观情绪的影响 德雷福斯基金公司的股价 也随着大盘下跌 最低的时候 这家公司的业务估值几乎只相当于每股一美元 接近于百速 这显然是极好的投资机会 彼得林奇抓住了机会 开始在市场大跌中买入这只股票 一年之后 他的股价涨幅达到了60% 谈完了买入的时机 我们再来看一看卖出的时机 投资者在卖出方面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过早的卖出了一只大牛股 我们来看一看彼得林奇的一个失败案例 他在玩具反斗城上过早的卖出 损失了不少利润 玩具反斗城是一家非常优秀的销售玩具的专卖店 在上世纪80年代 他在美国扩张的很快 彼得林奇对这家公司做了充分研究之后 以相当于每股一美元的价格买入了他的很多股票 然而就在他买入后不久 彼得林奇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 当时零售业的泰斗级人物 购买了玩具反斗城公司20%的股票 他的大量买入导致股价上涨 当时彼得林奇心想 按道理来说 当这位泰斗级人物停止买入之后 玩具反斗城的股价就可能会下跌 所以他就在股价5美元左右 把股票全部卖掉了 结果到了1985年 玩具反斗城公司股价上涨到了每股25美元 没错 这是一只在短短几年内就上涨了25倍的超级大牛股 遗憾的是 彼得林奇只赚到了5倍 而一个鲜明的对比是 当初向彼得林奇推荐这家公司的 他的同事彼得德罗斯管理的基金 一直坚决持有玩具反斗城 最终获得了25倍的惊人投资回报 这也说明当你长期看好一家公司的发展 就不要因为短期的理由去卖出他的股票 因为一旦卖出 你就有可能无法再用同样的价格买回来了 听到这里你也许有一个疑问 到底有没有一个办法能让我们把股票卖在最高点呢 答案是很遗憾 这样的办法当然是不存在的 但是彼得林奇告诉了你 他在卖出股票时的经验 像思考何时购买股票一样 思考何时卖出股票 该何时卖出股票 其实本质上就是把握好两点 第一点是回顾你买入这只股票的理由 如果当初买入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就该买出了 比如说你买入了一家快速增长型公司的股票 当初的买入理由 是这家公司正在快速开拓新的市场 盈利处于高速增长期 那么一段时间过后 当公司的快速增长已经减慢时 意味着当初的买入理由不存在了 此时就应该买出 再比如说 你买入了一家困境反软型公司的股票 当初的买入理由是公司面临危机考验 但是又有可能脱离困境 同时股价大幅下跌 那么一段时间后 当公司转为为安 所有的难题都得到了解决 股价也已经大幅上涨 也就是该卖出的时候了 这是把握卖出时机的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把你持有的股票 跟市场其他股票的性价比做一个对比 如果其他股票的性价比已经远远高于你所持有的股票 你也应该卖出了 每天听本书还解读过另一本书 邓普顿教你逆向投资 彼得林奇的思维方式与邓普顿非常一致 当时有人问邓普顿什么时候该卖出股票 邓普顿的回答是 当我找到比这只股票性价比更高的品种时 这里提到了性价比 就是指股价相对于公司基本面的低估程度 股价越被低估就越好 好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彼得林奇的第三个投资心法 掌握买卖的时机 该何时卖出股票 其实是一个回到初心的过程 看看你当初的买入理由是否还存在 另外也可以使用对比法 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公司的股票更值得你买入 好 这本书就讲到这里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期音频的内容 我们总共讲了彼得林奇的三个投资心法 第一个心法 选出十倍股 彼得林奇在这本书的一开篇 就给所有的业余投资者打了一针兴奋剂 他认为在选出大牛股方面 业余投资者比起专业投资者来说 不但没有劣势 反而还具备优势 当然要发挥这种优势 你需要学习一整套选股的方法 比如学会将公司分成不同的类型来进行分析 这套方法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第二个心法 这些股票不能碰 在学习选出十倍股的同时 你还要知道如何回避坑人的陷阱 在这个部分我们讲述了一些坚决不能碰的股票 回避这些陷阱 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第三个心法 掌握买卖的时机 前面讲过了如何选股 以及如何回避陷阱 那么还剩下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如何选择时机 股票市场有句俗话 叫做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是师傅 卖出往往比买入更难 这个部分我们为你讲述了彼得林奇 在卖出股票方面的宝贵经验 其中的两个核心是 当你买入理由已经消失了 你要卖出 以及当你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股票 也可以考虑卖出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彼得林奇的投资方法 在投资领域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在全球投资领域 彼得林奇是以投资成长股 尤其是选出十倍股的能力 而广为人知的 十倍股往往容易出现在快速增长型公司 困境反转型公司 或者隐蔽资产型公司中间 而另一位投资家巴菲特 同样以选股能力建长 但是在选择的公司类型上 巴菲特更侧重于稳健成长型的公司 以及消费品公司 另外两人在持股的集中度上 有明显的不同 当他们找到自己喜欢的公司 彼得林奇会买入一点 而巴菲特会尽可能重仓 甚至买下整个公司 换句话说 彼得林奇的投资更加分散 他管理的麦哲伦基金 一度持有1500多只股票 而巴菲特的投资则要集中很多 他的持仓一般就是几十只股票 当然 对于业余投资者 彼得林奇的建议是 通常持有三到十只股票就够了 这点倒是与巴菲特不谋而合 彼得林奇在他管理 麦哲伦基金13年后宣布退休 当时他提出的理由 是想要留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所以他的公开业绩记录只有13年 而他在13年中创造了29%的年复和回报率 成为业界一个传奇 在退休之后 他将自己大量的时间投入了慈善和公益事业 在投资中 有时候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加重要 懂得激流永退也是一种大智慧 最后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彼得林奇那句快智人口的名言 我要尽可能像一个业余投资者那样 思考来悬股 这本书也是专门为业余投资者写的 如果你是一个业余投资者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 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